李洪欣59岁 做装潢材料生意 李懿退休金3800元 住房面积80平 这谁还穿得漂亮 太惊人了 这谁也这么打扮呢 还是今天几道香气 特意打扮呢 这就是啊 对 不是以后挺方便呢 是 省得上楼了 省得上楼了 这刚一进门啊 李淑就带红娘参观了自己的小家 着重参观的就是自己宽敞明亮的厨房了 哎呦我天哪 这厨房 这厨房整得挺像样的 砸掉了 结了 原来小洋台 原来小洋台 咋形子整这么大的厨房呢 就为了宽敞 天天自己做饭吃 天天自己做饭吃 一天整几个菜呀 一天一个菜就完事了 一天一个菜就完事了 我家常常在酒店呢 哈哈哈哈 那你有啥拿手菜呀 啥都想吃啥都会做 真的假的呀 啥都会做 煎炒平衡 煎炒不啥 煎炒不啥 这泡的酒啊 这是自己泡的 对 这是要吃脑水瓦的 这是啥 山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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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楂还有那个冰糖 山楂和冰糖 山楂和冰糖 这底下都是酒 哎呀 这有酒吗 这也是 这回中间也是泡了三千块钱 哎呀妈 这不又是白酒吗 这就白酒泡了嘛 这没有什么山楂味啊 妈太辣了 全是有山楂味你都喝不了 那你平时一顿能喝多酒啊 多少 这一杯 一杯 一杯是 三两酒 三两酒 就是有时候高兴的就喝一杯啊 四两酒啊 看来你能喝点 你丫头 我不能喝 我没你能喝 那你肯定是没我能喝 我喝多少两酒了 喝多少两酒了 喝四六点了 这李淑年轻的时候啊 就好喝口酒 现在啊注重养生 喝的呀都是养生的药酒 可李淑说呀 这才哪儿到哪儿啊 他的养生路子啊 可多着呢 大早生姜 菇花啊 枸杞红糖 天前泡啊这个 天前泡啊 不泡啊 不泡啊 但成老头脚都干不泡啊 昨天晚上喝哪里 啥呀 三鸡粉 啊 这三鸡粉啊 几百块钱一斤 几百块钱一斤 嗯 这晚上制啥的 制着一些血病 你说我最累吃啥啊 嗯 猪红嘴知道吗 猪红嘴 猪红嘴 这猪笛了 啊 真香啊 咋吃 我都做出酱丸子了 酱 酱直接啃 咋喜欢吃这碗 这碗有啥好吃啊 我没吃这个活肉 跟猪蹄 猪蹄不行 吃完了血脂高 啊 啊 猪蹄血脂高 对 那吃这碗有啥 吃这碗我还没血脂高 你看我这手都是跟小苏打洗的 啥 手都跟小苏打洗的 小苏打和那 我这脸都是 这啥用小苏打洗脸和手啊 主要是为了 他见谁啊 那会儿啊 真的假的 有科学一句吗 我这看着啥 我就把那小苏打像洗 反正倒火 我搁了水 我一搓搓上去 刚洗的时候杀的 现在都杀的 这么多尖 是多久了 对 你半娘了 他在哪看着 看抖烟 没看着 还看抖烟 哎呀 这从吃的到喝的到用的 李淑啊 都有着自己的一套养生理论 这可真是个爱养生的主啊 如今啊 还有一年就要退休了 那咱李淑到底是干啥工作的呢 原来是脚踩三块银子 ハ 到哪儿是丑 原来是私底 我那停车走点上 那没程度干了意见 那可以出去沽都干了一年 我那有出去打了一年 我那会见他们 可以说好 孙子 你搭到事清 propio agreed 你说轮不开 来 Hopefully 我 launching 其后马路 大的入行 哎呀 李淑在做装潢材料之前 争换了不少工作 可归根结底啊 这都跟李淑不愿意 被别人管着的性格有关 那要是有老伴呢 那是有老伴是老伴是看着 还有老伴是谁管家呀 谁管着你呢 谁说对听谁 你说不对那我能听吗 李淑说呀 到了啥时候 他也都是讲理的人 平时除了去店里卖货 李淑也喜欢坐坐俯卧车 在家健健身 但多数啊都是自己在家 喝闷酒啊 好的话能理吗 离婚 对 离婚啥离婚呢 过去这 这块面就没有对没有错算了 这题的孩子都不小 离婚多少年了 头人离婚三十多年了 两次五年 对 后人过了七年 又离婚了 后人又因为啥呢 就跟儿子 幼时候不爱找大儿子 所以说不愿意找大儿子啊 一说有大儿子我就不愿意找啊 这个儿子有负担呢 那你岁数一天一天大 年轻的越活越年轻的 你跟他能受起那个气吗 那是他儿子没成家立业的啊 成家立业的啊 成家立业的咋还有负担呢 那儿子 李叔说过去的就让他过去吧 无论谁对谁错 都不想提起第一段婚姻的伤感往事 如今两个女儿都已成家立业了 李叔就想找个伴度过余生 那到底他想找个啥样的呢 李叔说 想找个身体好 年龄相当的人好好过日子 红娘立刻想到家住公主岭 爱跳舞爱健身的郭姨郭长珍 郭长珍54岁个体离异退休金 1500元住房面积76便宜 郭姨平时喜欢去健身房 跳跳肚皮舞练练瑜伽 这些健身器材啊更是不在话下 这种机器都会做 都能整个两下 都能整个两下的 你在健身房待二年了 你这么年 在健身房待二年了 你不得有半打架 在健身房买点这个 健身呢很出汗 这个就 但没问题啊 对 哎呀我都不知道这玩意儿 这是蛋白咋啊 嗯 我摆 我摆去便宜点 我也是喜欢 从小也是喜欢 还跳舞啥还动啥的 因为那里头 哎哎哎 完了那个就是有健身房 健身我们俩就包括说 这得又有一家了 又知道那 我说那我就报名吧 总去 没事 直接要热不完 我没事就去了 一个月去几次呀 一个月啊 一个最低得去 二十八 三十天得去二十八天 三十天得去二十八天 去健身房啊 对 一个月三十天 有二十八天 都去健身房 郭怡说 现在最重要的是及时降恶 因为之前失败的婚姻 让他尝尽了苦头 打人是最重要 最后就是打我 那因为啥打你啊 就是比如说不去买东西了 也没什么 啊 没大事 没大事 啊 想买这个衣服了 或者嘎 你也不去买这不乐意 不乐意你就不得说 跟它降嘛 抄出嘛 然后呢 就打不身手 那最严重的 把你打着啥呀 打轻锅 打电炮 只把护走眼 护走护轻了 哎呦我天呐 听了郭怡的遭遇啊 弘扬心里不是滋味 但郭怡说 人要向前看 之前一直做猪肉生意 现在退休了 吃穿都不愁了 就差炒个半的 个儿呢 也就是一米 最低一米起往上吧 因为按照我的个儿 来标准来衡量 一瞅 呀挺干净 绿色的哈 一瞅 有眼缘 就行 年龄就是55到60 知道了 说一会儿带你去那个健身房 让阿姨在那儿呢 阿姨平时喜欢精神 慢慢好 你不也喜欢精神 对 只是你健身是在家 人家阿姨一直在健身房 大概是健身吧 哈哈哈 由于李淑的店里来了两三生意 李淑耽误了一点时间 想给龟怡买点鲜花和果篮表达歉意 有没有万点好吗 哈哈哈哈哈哈 那你怎么搁点 不是万点的吗 十六万点的吗 哈哈哈 出几个碎子 我好吗 这么拿着 这好矮 你别 别这么的 这么的 这么的 哎呀 咋还有这么饱滑呢 拿来吧 钱清洁一点 好嘛 你看就是第一次买滑吧 我都自己有心情的 没心情我就不来 哎呀 哈哈哈 心情之足啊 对 心情忙忙的 来到健身房 郭怡在那儿练舞 李淑啊 在门外观察着 哎呀妈 谢谢 哎呀妈 你今天要打当场 没事 没事 可以介绍一下 这是我郭怡 你好 修长者 这是我李淑 我给呼吸 好 你好 谢谢 谢谢 谢谢拿个活 哈哈哈 谢谢 今天是第一次买滑吗 啊 头次 这是头次买滑 太感谢了 太感动 激动了 感动 感动和激动 都有了 不是那么太 不太感动 演员还差了 本来 红娘想让两个人 在近身房 多互动互动 可李叔觉得 演员差了那么一点 李叔决定啊 请阿姨吃顿饭 再继续了解了解 叔 你咋点那么多菜呢 大鸡蛋吃的 不心疼钱呢 说 胜利的菜 要富贵我意 这么多 嗯 再点个双手 点啥个菜 嗯 咱不能点刀的 这还不能点刀的 那双手 喜事不双手吗 一半 你开很难 您立刻一吵 那菜炒 你会生气 藏的时候 这个菜端上adi 不散开 不散开 谢谢 我不 adv 你是山东省谢谢那伙的 这点一滴我都在关注 这擦一枝拿这在长江湖上 这上完这拿着 但是说你就来到这就好赖了 就得不能说 心中有数也不能说 大伙就找个人来 你俩媳妇好像也都是用这点脾气 比如说 我那时候我也不到一家 对 第一百家 第二年说话挺实在的 有啥说啥 还挺倔的 一随一随技的 有很多事 我用不着一家都尝尝 一随一随技的 就完事了 这一年好像设计大方改过了 原来像我那买货子进 我过来隔岁上 你出去那你身上也买了 你这越粘子越满了 那你看 你不卖货子 我最卖货子 我最想买 你想买我就不卖你 我说你这块皮了 我皮了 刮这个白色冷了 白色冷了 他说你看你 我要买 你不卖 你看我白了 做生意 做生意 就是脾气必须好 其实买人 他说的我买 比人家不卖 我跟他正想法 我不用说了 我相信我不行 啥不差 不能说别 至于他有多少钱 我不在意 我不是钱 因为咱后半生不搂着钱 我看着那人不信看着我 他看着那我 他看着我 我不信看着他 对 通过了解啊 李淑还是插在演员上 良姨呢 插在李淑这脾气上 所以俩而决定啊 留个联系方式 从朋友做起 都说呀 细节见性格 李大哥在饭桌上 对菜的这一番评价 让郭大姐看出了李大哥的 直性和倔警 郭大姐说 其实啊 他对李大哥各个方面 都感觉不错 就是这脾气性格上 跟自己的为人处事的方式 有点不太一样 所以呢 还是觉得不是很合适 在跟郭大姐分开之后呢 我们的红娘 又给李大哥介绍了 家住书兰的梁玉学梁大姐 正好呢 梁大姐现在 就住在长春的弟弟家 红娘就赶紧给俩人 约上见了一下 梁玉学 五十四岁 开过发廊 离异 家住书兰 住房年纪五十六平米 这孩子们 在我家吃包子吗 正好我挣包子呢 你这么住吗 帮你呀 帮你了 我今天吃帮你饭 行了 还要 你闻到包子味 睡着呢 坐 这刚刚一进门啊 这香喷喷的包子啊 是扑鼻而来呀 红娘的馋劲也上来了 大馅儿的 哈哈哈哈 嗯 刚好吃 你看看我饭子 你饭子 什么 我饺子不会 这样不饺子啊 这样是你 这就是这个手 你饭子到 好 然后就 来 就来了 就这么吃 就包的 没事 哎呀学不会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没人事就喜欢琢磨面食 对 反正炒菜呢 做 反正这么说 做菜 做饭 屋里 这些活没了事 我愿意 做薄的这些活 这没事就喜欢琢磨面食的梁姨啊 不仅会蒸包子 糖包 还会蒸馒头 花卷 厨房活啊 手到擒来 家务活更是不在话下 梁姨说 今儿高兴 一定要给咱红娘和摄像高歌一曲 蓝蓝的天上白云飘 白云下面马儿跑 挥动着鞭儿向四方 白鸟儿起飞翔 梁姨的歌声让红娘真真切切的感受到了她的热情 更体会到了她对幸福的渴望与期盼 但之前失败的婚姨曾挤动让梁姨陷入绝望 我那就是生小孩嘛 生两个女孩 其实我大生小孩生三个 生三个吧 小男孩生了 活五天就走了 生不了男孩的话 那用劲儿吧 老人不特别守旧吗 我和她家公公婆婆她在一起嘛 后来家天上就有矛盾嘛 就因为这些事 家庭所事吧 我就离了 那你说这种什么打仗打我 我也不知道啊 总打仗 失败的婚姻让梁姨久久不能释怀 离婚后她在树兰开过发廊 现在还没退休 偶尔在长春打打林工 因为给她租的房子呀特别简陋 咱也没有被子给你们倒点水喝 没事 来我烧死了你呢 你说你们也够辛苦的了啊 现在咱这社会也好 你们这帮海味也好 还真是为了老年人啊 真的我都挺感动的 真的挺感动的 今天是太真的 给我们这份老年人 能够抓到这个机会 特别是啊 六年后啊 真说实话 上了老下小的 你说吧 一个人 有个头疼脑热的真的很难 我自己青春体验哈 孩子下班 下班来了给你送点吃的 我真敢感冒 我真的脑子嗡嗡响 唐女儿啊我一起忽悠一下 她得坚持着 不要让孩子看到我有病了 怕孩子见见她 人家还有家 把东西给你放出来 你想喝那口水都拿不到醉 这空间的时候 真想心别有个人 梁姨的泪水止不住的流 为了不给儿女添麻烦 这份孤独啊 只有自己能体会 好在啊 女儿们也都支持梁姨寻找另一半 梁姨啊也勇敢的走出了这一步 觉得我挺幸福的啊 感到这个好社会儿了 所以说真的 我就对天时台所有的老年人说 该望出慢一步 就望出慢一步吧 因为我今年她53岁啊 还有就是六七十岁的人 因为我身边有两个朋友啊 我就不说女人是谁了啊 记住啊 看着我啊 看见我啊 妹妹我 是我两个姐姐 你说你们讲话工资又那么高 一个月四五千块钱 还值得给儿女添乱呢 第一次婚姻失败了 咱还有第二次 我先勇敢的迈出这一步啊 看着我 完来你们该找就找 我姨说太好了 是 别想不开 也看不开 必须得想看 是啊 正如梁姨所说的 只要肯向前迈出一步 幸福啊也就进了一步 那咱梁姨到底想找个啥样的老伴呢 五十五到六十左右的 反正看人嘛 人要是说觉得有眼圆的 说个房子都挺好的 主要是这个人啊 他得有责心的 了解的梁姨的责务标准 红娘决定安排她和李淑 见个面 彼此啊认识认识 这刚一进屋没多久啊 李淑就领着梁姨看自家敞亮的厨房了 这个原来的小羊排有炸了 炸了 炸了 厨房宽敞亮 好 嗯 挺好 嗯 不错 嗯 原来羊排炸掉 小羊排也不太好 啊 这部里是羊排是吗 对 羊排炸掉以后 这个羊排炸掉了 这个羊排炸掉了 嗯 挺好 嗯 看见人丑挺好的 不错 可以吧 嗯 养缘呢 养缘也行 嗯 这双方对彼此的第一印象都还不错 养缘这关啊 算是过了 梁姨啊 也打开了自己的画匣子 那你那个那个婚姨 嗯 是怎么回事啊 嗯 原来我开车啊 总跑外 不在班里去啊 嗯 家里有点状况 理着 一路以后再走就不行了 这一个屋都一个了 那你第一次婚姻 什么状况你离婚啊 你都直说了 你都不说话了 我都不说话了 状况啥状况呢 感情不好用 我这人笨啊 就没有文化 你都直接说了多了 就是说 你都直接说了多了 现在吧 不想激烈 不来人了 毕竟那岁楼这么大了 不想 好像咱诋毁他 那我明白了 喊了 喊了都挺大 喊了都挺大 咱再说 这么说我就知道我懂了 懂了 过去的 对 就感情不合就得了 你就说感情不合就完了 不是说感情不合就懂了 有啥状况我也不想说了 嗯 就是过去了 你就这一次婚姻 没有 那两次他带个儿子 嗯 这儿子呢 结婚后孩子有了 把孩子 媳妇都领我家来了 嗯 那时候我姑娘还有姑娘 老姑娘没结婚呢 嗯 我折腾的心 我一说他不愿意的给我夹 我咋子呢 他那二个 二百多斤 哎呦 我说这一瞅 你这咋子咋醒的 我挺能说的 哈哈 你觉得姨挺能说的 嗯 看是想找能说的 还是想找不能说的 他那他的性格 我也挺喜欢的 心直口快 我还要说的 本以为梁姨的心直口快 李淑招架不住 没成想啊 李淑还真喜欢 这种直爽的性格 梁姨啊 闹着闹着就口渴了 你这可有那个温水吧 我喝点水 我渴了 渴了 我吃咸菜吃都温了 我倒了 老师叔 你给姨倒你那个肠 这个养生的 养生的 养生水 行 吃咸菜吃都温了 慢一点 慢一点 你别着急 慢点 好急啊 煮了十分钟 没事 还得有时间 你炒的不行 他给我去种水啥的 我挺感动的 这个水挺好喝的 这里边 养生水 就是这个养生料吧 对 熟天天喝 大狗 狗旗 还有那个 桂圆 这真是端茶倒水的人来了 李熟见到梁姨挺爱喝自己泡的养生水 于是啊 趁热打铁 带梁姨啊 看看自己泡的养生酒 你看看看看 全是泡的酒 这里头啊 这里头都是泡的酒 老人不说少吃多得味 多吃活到味 喝三十四一个能喝多少酒 嗯 喝三十两酒 那时候我听非常清楚 我就定义这个事 看他们大酒缸 一个一个的 你就是说 喝完酒 啥酒分的瘾 那就更能说的 人呢一般不喝酒还好点 一喝酒他麻醉 谁不是你不是老的 又发现出 酒不能寄 酒是一天一顿酒 你再给我寄了 你没干 那是啥意思 活了 那你喝酒 男人不喝酒 白在世上走 就是说 喝酒绝对不闹事 喝酒就消停了 买玩意 有个整个玩意 一放行 他睡着钱了去 喝酒绝对不闹事是吧 对 喝酒绝对不闹事 那你一会跟你说一下 你说你鸡不打葡萄 也不玩麻将 就耗你口酒 我最烦的就是玩的 打麻将的 耍咸的 最烦的 麻将铺不玩 不耗 但是热闹也不汗 就在这儿玩之后 上台我从来不上去 你又好喝酒 对 就好喝那口酒 那我喝很久 我从来不能喝 没有一回我闹 我说喝完就睡觉 躺着睡觉 二十分钟 或者半个十分钟 就点了就完事了 那还挺好 人家说了二十两酒 这一顿 那还可以 就是这喝酒 一天三多酒 三多酒 成天迷人 对 你原来没打位是吧 没有打位 那始终干个体了 对 那就是还没有工作 这事 他也没有工作 他为了要退休了 还有一点 跟我差不多 我醉酒 这个你不介意 我不介意 他有多少钱我不介意 房子有地 都跟我没关系 咱们娶的是媳妇 通过一天的接触 梁姨在李淑喝酒这方面 也放宽了心 李淑也不介意梁姨 现在没工作 那儿想加个微信 再进一步相处相处 我希望就是说 我们要是说 能真地走到一起了 希望我能给你带来幸福 你给我带来幸福 是谢谢那 是不是 过去的就都让他过去了 其实你今天 你就说第一个 你爱着你不谈 他就过去了 其实我就挺佩服 你挺是个男子汉的 其实过去是过去的 互相之间 你埋着他 他埋着你没有意义 对 就我好说 就太阳晒到今天 也晒不着昨天 更晒不着明天 就晒今天你埋着 就是 其实最好 那我给你 你看看 李大哥和梁大姐 这性格 就算是对上匹子了 李大哥这人呢 是有啥说啥 梁大姐呢 也是直性的人 难得的是 俩人都直爽 彼此还都挺认可 这就有了现在这个结果了 大姐最后那句话说的好啊 说如果真要是能走到一起 希望我能给你带来幸福 你也能给我带来幸福 这就是我们节目 最最希望的结果呀